文水清清46顺位的梅尔顿,52顺位的爱德华兹,两名低顺位的风位摇摆人,不愧是莫雷补偿的理想人选,仅是为未来交易,求对建设选中的拼图而已。 所以莫剑的补枪战略,势必还要有志的升华,有为重要的一点,球队将面临一个最大难题,若不得以妥善解决,莫剑飞弹不能补枪,相反固有实力会大打折扣,而今天一人全新动态,莫将是破冰两侧,卡培拉能否留守决定,莫剑实力场就13.9分10点吧,来吧,1.9分该命中率高达65.5%, 2. 卡培拉本季数据答却,仅选色于埃德,唐斯合约记起24.5的效率之,印证着他与火箭弓手两端输出,以至于SPN在给出的MVP排行榜上,卡培拉一度进入前10位,球星光环笼罩下难题随之而来,卡培拉新秀合同到期了。 什么概念?在今天选秀之前,卡培拉还是太阳追逐对象,以撞天选中的爱顿,虽然躲过一劫,可不难想象重建中的球队,今下还是会对卡培拉展开竞争。 如果火箭显在签约保罗前提下,再引进乔治或扎姆斯这样的超巨,届时他们很难匹配卡培拉的报价,禀皇离开绝非为言,即便火箭成功留住卡培拉,以本纪旅程来看,让伤恶怀特也好。 倒黑布莱克和奶奶也罢,他们并不能完美的起到踢鼓之效,所以莫雷这个羞赛期出招募詹姆斯,乔治的超巨版,引进一名经验丰富,且有时战力的内线已是必然。 7日,即将魔兽霍华德映入眼帘,要求尼会持之以敌,禁于他与莫雷和哈登的紧张关系,霍华德还会重回到火箭,火箭还会接纳浪子,一人两前提不容无事。 霍华德将买断恢复自由身Cretion's的,霍华德以预兰网展开卖断谈判,不出意外他将于7月7日前预兰网达成卖断协议,届时他将恢复自由身的爆料中两个细节。 其一,蓝王且先买断霍华德,从管理层角度来看,他们认为,7月魔兽,已因而失去固有价值,而这将是动摇霍华德未来选择的野心民宿之一。 其二,霍华德宁愿牺牲薪资达应与蓝王买断,这就意味着他有新的追求。 其,在33岁年龄面前,他已经不舍挖打首发,即博得更高收入,而是入力士民宿班。 博得一枚冠军戒指成为他唯一追求,如上两个前提抹平霍华德与莫雷等管理层部合外。 至于他和哈登的关系,一人将其调节技之效,克里斯·保罗,不要罚下他,他是英雄,这是保罗对裁判的游说。 嗯,保罗与霍华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 而2013年的一个段子,保罗与快船监约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,我们与霍华德的确谈论过联手,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,我们的父母关系都很好,只是他做出了对他和家人有利的决定。 我也一样,从这个角度来看,作为历史最佳空位之一,求炒真正的灵魂大脑,保罗有能力调剂霍华德与哈登控除,霍华德或重回火箭联手登炮。 如果火箭能够以中产合约重迁霍华德,参照他上期可为黄蜂贡献16.6分12.5蓝板1.6封盖的输出,求对吉可为卡培拉找到影响替补,吉可为卡培拉被打劫找到备胎,而霍华德若加蒙火箭,参照权德勒、小乔丹、卡培拉的巅峰,他可以预知在保罗身边的意义。 更重要的是,若火箭还能引进詹姆斯,回想一下当初的西渡特克格鲁与霍华德的意义。